我玩奪期時間11.59分 我玩奪期時間11.59分 時間是零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四號 星期三 即是一月二十四號前年二零一六年 即是我又回到這個室地公園去看看 即是那時天文台 在尖沙隊總部裏錄得最低氣溫就是三點一度 是五十九年來最低的紀錄 即是戴帽山呢 就說出現結霜 然後很多人去看 即是他們以為那些是雪來的 但實際上那些是霜 然後很多人去看霜 然後搞到一些消防要去救他們 因為羅冥心說很難下去 然後搞到一些消防很辛苦 這樣的話 沒有人去玩 吧 ヽ ノ 尤其挑一來 這都行 因為有些枕頭 什麼發生的 就是玩復仇球球一次 我今天也是在這個球上跑八個圈 就是三師尾的一個標準就是跑八個圈 即是今晚又撞到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真的跑步跑快到無能 可以說真的快到... 但我不贏 即是他們很大機會是跑三師尾還是跑15米 即是之所以他們每天的下午五點下午放學的時間就會去那裡練習 所以我現在看到他們 即是這個流感高峰期就已經來到 即是在這幾天呢 早會可以不用排隊 不過呢 早會說的東西在上面 在課室裡聽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即是都這樣呢 在流角高峰期呢 他要我們量度體溫 即是看你自己有沒有發燒 即是說 為甚麼不去禮堂 即是這個雨天操場都集會 因為 因為人多有機會傳染這個流感 即是這個現象跟伊波拉的病毒是一樣的 即是說 短短一個村莊裡面 一個夜一個晚上 整個村的人都死了 真的很多人害怕 所以 才是個天秘的 因為 而且 可以說你是英雄 之前聽老師說 有一個學生 他發告消 他都要回來考試 因為如果不考試 他不會試過補考制度給你 他不會叫你補考的 你要考試分會當零分 他是比較有勇 他可以說是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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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勇敢 因為他發高燒燒到攝氏 105度 可以說是最熱的 平時發高燒燒到40度左右 但發高燒燒到105度 但發高燒燒到100度左右 你身體是頂不住的 可以說是頂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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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頂的 即是發高燒 有頭暈 又沒有力 沒有力 做卷一定要用很多力 因為你要做題 也要思考 但如果我 我之前說發高燒 都是發高燒燒到40度 40度左右 50度左右 我是捱 我捱整個日子 可以說 即是說我 我捱了8個小時 就是這個 所謂是甚麼 上課 對卷 可以說捱了很久 可以說 又有功課做 又有功課 又有功課 這個 這個 佛抄 如果說 這個 是甚麼 你合格也好 不合格也好 都要抄題目答案一次 你的發卷 我 先去IG 看到姐姐的女人 跟我說hello 這個是E班的人 總之是我的朋友 我不是很認識他